來最後一個我們跟老師介紹一下 在這邊我來建一個新的簡報 因為平常老師你的教材是不是都有PowerPoint 很多吧 那如果老師呢你習慣是用這種方式來做的也沒關係 其實呢 您可以很輕鬆的去 產生AI的這個 影片的內容 好那你看我現在有一個新的簡報就八個頁面 您只要把它存成PDF就好了 把它存成PDF 這個背景圖沒有偷過來 看一下 好看一下有沒有過來 好遲原始的OK 來這樣子 那我把檔案 不管是Google簡報或是這個都沒關係 我們把它下載成PDF 在這裡 變成PDF格式 所以 存起來 好 儲存 現在 換佛錄來幫忙囉 檔案 新項目 老師我們剛剛有看過這個 有看過這個 有沒有看到最下面這個 這叫什麼 是用PDF建立視頻 它會自動幫你辨識 你的PDF裡面 那個文字內容 自動轉換 自動轉換語音 好厲害喔 所以老師如果你是習慣這一種的 真的給人家用看看嘛 這個我就不純了 直接打開 好你看又三個步驟對不對 第一個 告訴它PDF在哪裡 輸入字幕 辨識完 辨識完直接選擇AI語音 來我們就 開始使用囉 導入PDF 好 它幫你匯入了 就自動幫你辨識一下 好進來囉 然後呢 你看 有沒有抓到我的檔案的 文字的內容 你可以先確認一下 有沒有都抓到 如果像這樣子 斷行不對的 你可以再把它 牽回去嘛 這個老師可以自己就是做做個判斷這樣子 好 這裡 好假設這樣子 那 沒問題了 你都可以這樣 那你也可以改 你看它呈現方式可以比較大或比較小 有沒有這樣就是以字幕為主 好我就直接下一步囉 接下來 你有沒有計劃 要找代言人 對吧 如果你不要找代言人 可不可以 好了之後自己錄音 你有沒有忘記我們剛剛裡面有個錄音的功能 或者你用那個 那個什麼 錄音筆錄啊 你可以嗎 都是一種方式 好那我們就 全文邊 我就 使用AI 有沒有一樣又選一個 OK 編題 好 剩下就是他的事情 有沒有發現 就是老師現在做影片的方式 真的有很多種 看 所以 雖然我們只有短短的 三個小時不到 但是你有體驗到 現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實在變了 老師我們也要變對不對 因為學生也變了 不只變少 現在 質量又變差 哈哈哈 其實這個是真的 大家公認 現在 確實是 大多數同學的 這個 就是基礎的 確實是變得比較差 這是沒錯的 對吧 我只是講出實話 因為我們家裡面有兩個 確實可以看得到 好 那 你看 他現在幫我產生AI 可是 就是因為現在工具很方便 至少他們學習的管道現在比較多啦 所以可能我們傳統的 就是大家 單純的這種單向教學的方式 也許 大家真的要思考一下 我們要怎麼變 讓他們覺得說比較有興趣 那也可以有 比較好的一個教學的效果 這才是 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 不然 老師你教得很痛苦 學生學得不好 那你不是 富加富 不會辯證喔 哈哈哈 對不對 只會越來越糟糕 你就覺得 這個教學應該是很無聊 那你的這個熱誠 會腿花啤 呵呵 那就很可惜 好快了快了 這你知道為什麼不能直接放太多影片啦 因為他要深層一點時間 好利用他在深層的時候 我先問一下老師 對於我們今天講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我們今天上課的內容 一切的問題都在回家後 沒關係啦 好反正 老師您用看看 那如果說您在 後續使用上有問題 我的部落格上 您都可以找到我的 Email 那也可以跟我聯絡 這樣子 好 就是有需要 如果老師帶我 走 要離開的時候 如果覺得OK 也可以跟我加Line 我們都OK的 來你看 我們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馬上先play一下 林東科技大學是傳系兼任講師廖數文關鍵字數文老師一簡報檔案 這個我就不要聽了啦 這樣不好意思 有誰 日文官方網站 HTTP 有沒有他都到您上面直接唸出來了 所以如果老師你的簡報是那種字很多的 這樣適合嗎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可能今天大致上的時間差不多到這邊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 老師您可以看看有需要的我再過去幫您看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我整理好之後 我就會放到這個 網站上 再請我們 老師呢 再分享給大家 OK謝謝大家 謝謝